我們要訪問到的是 職業花式撞球選手撞球球後 我們人稱的大野妹周婕宇 來節目現場 大家好 大概是駐駕 國三畢業 然後就一樣 像現在夏天天氣很熱 然後我們就約去 可能打打保齡球啊 然後打打撞球 是玩著玩著 然後剛好在那個球館 就是遇到那個當時啟蒙教練 他是那個球場經營的老闆 那當然就是很多 那時候就有很多學生啊 那大家其實都好玩 不是那麼會打 那他就會去指導我們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我對撞球特別有興趣 就是當下可能覺得就是 打進球那種成就感吧 教練也有說 我就是進步非常快 而且我的姿勢是 沒有人教過就是很標準 剛好那間球場也是 蠻多那種國際賽選拔 會在那邊比賽的場地 其實我覺得 我的打撞球跟下棋蠻像的 嗯 就是其實你不僅是要進攻 有時候防守啊 一些策略上面 小時候我爸常訓練我 就是跟他下棋 哦 對然後都會去想到我下一步 應該要怎麼做 怎麼走 你要學著去控制球形 然後你打不完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策略 讓對手難打 或者是你同一盤球 但是你兩個人去處理 是用不一樣的球路 經驗累積下來 我會比較用簡單的球路 那會就會比較減少失誤這樣 第一次安利盃冠軍是2009 是 對那那時候我才22歲 對 然後我那時候比賽 其實就是印象很深刻 是 因為我們分組嘛 就是會有分八個組 然後會取前幾名 然後取16強進入單敗的淘汰賽 嗯 我就進了 那時候還沒有覺得什麼 但是當那個名單一出來的時候 就哇 就感覺16個裡面 我是大概最後一名的那種實力 你知道嗎 就每個都是幾乎都是偶像 但是那時候教練就跟我說 就是那時候 你看就是你已經運氣很好了 就是說能跟那麼多的高手共同對決 對 對然後去享受這比賽 那我也當下我也沒想什麼 然後就竟然 欸16強贏了 8強4強 貴亞軍了 其實當下是也很不敢相信 但是就是很開心的去享受那比賽 對 現在台灣的撞球球場 是不是沒有像以前那個黃金時期 那麼多了這樣 對啊對啊 現在全台灣大概就剩200多家 以前我記得在90年代甚至2000年出的時候 兩三千家 因為相對於打球人口非常多嘛 所以大家就是競爭非常激烈 也很多都是選手 對所以以前厲害的非常非常多 網咖出來影響非常大 網咖 可是網咖跟撞球 對就是變成去打遊戲啊 或是一些比較年輕人就是覺得 欸那個比較好玩之類的 因為其實撞球基本上都是從玩開始 就覺得有興趣 對 才慢慢慢慢會轉成選手 對因為撞球這東西不是像我們從小 就是覺得欸我那個是亞奧運項目 從小就要培養 撞球比較不一樣 或者體育課也沒有好像這種 撞球這種項目 所以基本上都是從國高中 大家有去接觸過之後 才會去玩的一個運動 更多精彩內容請鎖定 幽浮sportshow